嘿,我是旭浩 在上一期视频呢,和大家分享了UMMust of Data Science的整体概念 这一期视频呢,想和大家分享我在UMMust of Data Science的一些细节 和Degree一样呢,我们有不同样的科目 因此呢,在这一期视频想和大家说说 每个科目都会学到什么 这样呢,你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也可以让你更容易和其他大学比较同一个科系 只要你了解课程纲要,你就会更容易选出理想的科系和大学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UMM的Must of Data Science虽然明面上写的是Full Time Course 可是它的课呢,都是在Working hours过后的 也就是星期一到五的六点到九点 或者是星期六的早上的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因此呢,如果你是有工作的人 大可以不必辞职 只是你要辛苦一点半工半读吧 在UMMust of Data Science呢,有三种不同样的Course 分别是Core Course Elective 它有一种呢,叫做Research Project 类似我们大学的Final Year Project Core Course呢,不明示意就是一定要拿Compulsory的课目 一共有七个分别是Research Methodology Principles of Data Science Programming for Data Science Data Analytics Data Mining Machine Learning for Data Science 还有Big Data Management 第二种呢,就叫做Elective 有四个Elective,你只要选两个 每个学期呢,只会offer两个Elective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呢,Elective只有在星期五上课 因此呢,你每个学期只可以拿一个Elective 你需要两个学期才可以购买你的Elective 这四个Elective呢,分别是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Network and Security Big Data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s 还有Numerical Optimization Research Project呢,就是和我们Degree的Final Project的概念相似 需要联修两个学期 第一个学期拿P1,第一个学期拿P2 只要结合这些资讯呢,我们就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在正常情况下呢,你需要三个学期来完成这个Master of Data Science 假设你拿的都是Long Semester的话呢,就是一年半的时间 从理论上来说呢,一年也可以完成这些学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拿两个Long Semester跟一个Short Semester 可是呢,我个人是不建议这样子安排的 因为时间比较短的关系,课程会比较紧凑 你会很压力,很辛苦,也很累 说完了这些呢,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是怎么规划的 第一个学期呢,我拿了四个Course 星期一上Principles of Data Science 星期二上Data Analytics 星期三上Research Methodology 星期四上Programming for Data Science 然后之前说的一样课都是晚上6点到9点 我拿的这些都是Core 因为当时候的Elective,Network and Security没有了 然后我又不想要上Numerical Optimization 第二个学期呢,我拿了三个课目 星期三上Machine Learning for Data Science 星期四上Data Mining 星期五上Big Data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s 同时呢,我也开始我的Research Project P1 也就是这样呢,我的第三个学期 也就是即将开始的这个学期 我只要拿三个课目 星期二上Big Data Management 星期五上Network Security 剩余的时间呢,我就可以专注在做我的Research Project P2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规划是蛮OK的 因为虽然第一个学期的课会比较多 可是因为都是比较基础的课 所以应付起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个学期上的课会比较高阶 因此呢,困难度有所提升 三天呢,需要上课 四天可以安排时间自主学习 我个人感觉还行 毕竟这个学期已经顺利拿到10点0,很开心 说完了这些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每个课目都学些什么吧 Principles of Data Science 这个课程呢 是介绍Data Science的基础概念的 你会知道什么是Data Science 会知道什么是Big Data Data Science的Process是怎样的 你会学会怎样运用 RProgramming和Data Science的Process 去完成一个小的Group Project 我觉得这个课目特别的是 老师会要求你完成一个Data Science的Ethics course 所以呢,你需要自己去安排额外的时间去学习 Data Science的道德学 毕竟数据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适应 为了避免滥用和侵犯隐私 我们呢,想要做Data Science的人 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甚至恐慌 除此之外呢,Data Visualization 还有Data Storytelling 也是很有意义的 毕竟Data Scientist的工作 并不只是处理数据那么简单 你要想办法把你的成果呈现给大众 让大家知道你做的这些有什么意义 同时呢,也可以和你的客户交代 你的劳动成果,可以为它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和效应 第二呢,想说说Data Analytics 我觉得这个课目呢,是学会如何运用CrypsDM 一个Standard Process Model for Data Mining CrypsDM的六个步骤呢,分别是Business Understanding Data Understanding,Data Preparation Modeling,Evaluation,还有Deployment 这个课目呢,主要学习的语言是Python 至少我这个学习是学Python的 我这个学习呢,需要做两个Case Study 可是我是真的不确定 未来会不会有任何改动 Research Methodology 这个课目呢,一听就知道很不Data Science 其他的呢,就是关于Research的步骤和方法 对我而言,这个课目很需要你去听老师的讲解 因为它的Size只会有重点,却没有细节 如果你只单单看Size的话 你其实是学习不到任何东西的 为什么你要上这个课呢 是因为你这些学到的东西 会运用到你未来的Research Project 所以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呢,学到最关键的东西 就是学会了如何写Letature Review 在我DV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原来我们的Letature Review 应该是跟着我们的Research Objectives 去找Paper的 因此呢,我在我的Degree的Final Year Project 应该是用错的方法 所以觉得很困难 很挣扎 也很辛苦 Programming for Data Science 这个课目呢,更专注地教你如何编程 也就是Programming 我的教授教的是RProgramming 听说会根据不同样的教授有不同样的安排 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吧 反正学多一个语言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坏处的 而且说真的,R是蛮容易上手的 网上的课程和资源也是不少的 我觉得刚开始学习的部分呢都是蛮简单的 只是在Statistic部分会有一些挑战性 因为你需要有Statistic的知识和理解 因此呢,需要你花多一点时间去学习 适应和上手 可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Machine Learning for Data Science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课目 因为在整个课程里面都没有什么课是比较专注于探讨Data Modeling的 我这个课目的教授是Dr.Wu 他没有限制我们的Programming Software 甚至是我们的Programming Language 因此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优势去发挥 美中不足的是呢,这个课程讨论的大多数都只是理论 并没有很多的Application 所以呢,想要学习自用的话呢 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了 这个学期呢,我的Machine Learning的Assignment是Individual了 题目呢,叫做要求需要和Covid-19有关系 所以呢,我就用了SVM,Decision Tree,还有CNN 做了一个Basic的Basemask Classification Model 用以辨别你是否正确的配戴你的口罩 因为有些人真的不会戴口罩 我不知道为什么和现象中的不一样 我并不觉得这个有太大的困难 相反的,因为有Flexibility和自由 加上考试也不太难,就自然而然的拿A了 Data Mining 这个是我觉得最Blur,最不清楚的一个课目 因为我的老师只是照这slides来念 问一些上课听不明白的问题的时候 他也是打肥说问 真的是觉得很无虞 学到的东西呢,其实和Data Analytics有很高的相似度 只是用的Software不同 我们用的是SAS Enterprise Miner 这个课目呢,需要你用SAS做一个Good Project 因此呢,就尽量找一些靠谱的队友吧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呢,也可以降低你被坑的几率 没有想到的是呢,最后的test还需要做两个Case Study 虽然给了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是还是很累的 所幸的是呢,老师打分应该不太严格 所以我还是拿到了这个课目的A Big Data Analytics 这个课目对我来说呢,是最难的 虽然学到的东西呢,Application的也不多 可是当中需要明白的理论和基础知识都蛮复杂的 加上呢,和之前学到的知识联系不大 所以呢,我个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巩固自己的Understanding 学到的东西呢,包括Hadoop Frequent Item Set, Single Value Decomposition, Recommender Systems Search Engine, Link Analysis, Clustering, SDM,还有 Finding Similar Items Research Project,我觉得这个是最困难 也是最复杂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科目基本上是没有老师的 虽然呢,你需要找一个Supervisor 可是相关的资讯流程呢,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然后再通知你的Supervisor,你需要做什么 他需要做什么 简单来说呢,你需要结合你已经学到的知识 然后运用到真正的Data里面 来Complete你的Research Project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找你自己想要的题目 然后Purpose给你信仪的Supervisor 因为当你对你的题目比较有兴趣的时候 你会更加的有动力 更加的自律去完成你的Research Project 我现在做的题目是关于口腔癌的 也不是说没有兴趣 只是复杂的程度和困难的程度 不是一般的高 而且呢,在网上的资源也不多 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因此呢,为了避免你重蹈负责 我希望你可以主动的去找题目 然后去征求老师的意见 再根据老师的意见修改增进你的题目 在之前呢,有提到Research Project分成P1跟P2 不明思义呢,你就是要分开两个学期来拿 一个学期拿P1 接下来的学期就要拿P2 因此呢,我的建议是 不要在SAM 2 也就是3月开始的那个学期 拿你的P1 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你需要在接下来的Short Semester完成你的P2 时间会比较短 你会很辛苦 P1需要做的是 交题目和Research Intent 给Faculty Approved 同时呢,在这个学期 你也需要完成一个Proposer Presentation 只要足够理解你的题目 再结合之前在Research by Tutority学到的知识 重点是Literature Review 还有一些Data Science Process 例如Cryptm 我相信你的Proposer Presentation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剩下的呢,需要考虑你的 勤奋、努力和自律的 只要肯用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其余的科目呢,因为我还没有拿过 所以我不能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可是呢,我可以做的就是把 Senior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Big Data Management呢 学的是关于Big Data的Technologies 会学到如何使用Linux Environment 还有基础的Hardock Pink Hive 还有Spark Number Security呢 是关于Cryptography 还有Network Protocol的 听说会比较容易scoreA Numerical Optimization呢 我有兴趣听过一场课 甚至还有一点熟悉感 为什么呢? 因为有蛮多的数学了 虽然呢,我是工程系毕业的 可是太多的数学了 再加上呢,我对Teluc 其实不是太喜欢 觉得很烦的 所以就没有拿了 Par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是比较Computer Science的 关于如何运用Multiple Processors and Machines to speed up tasks as we might need to deal with large data sets 我个人觉得使用性是蛮高的 如果你不想拿Big Data Analytics呢 你可以考虑拿这个科目 因为他们是同一学期 offer的两个Elective 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大家应该对这个科目 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什么题目想要问我的呢? 如果你有什么还是不太明白的 你可以留言在评论区 我会尽量回答你们的问题的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做的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 然后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啦 记得转发给你 觉得有需要的朋友 真心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接下来呢,应该会上一期 我去朗卡尾的Vlog 希望可以帮助 没有去过朗卡尾的朋友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 觉得我总结出了一些心得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See you guys next time